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话 就是 就是有关于你爸的那些话嘛 其实 从小就没有爸爸的心情 我是可以体会的 所以请你相信我 我绝对不是故意 要说那些话来伤害你的 你可以体会 你怎么可能可以体会 史维克 其实你比我幸运 最起码 你还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亲 我连我自己亲生爸妈是谁 我都不知道 好可怜喔 让你不会去找你的小账宿苦 我 好啦 我跟你说实话啦 其实 从头到尾 根本就没有小叫这一个人 那是我虚构出来的 我是故意要来气你的啊 小小你每一次对我 都是那种可有可无的态度 我也是女生耶 我也会吸 哎呦 史维克 难道我们注定 就不是彼此的有缘人吗 为什么每次我在跟你讲真心话的时候 你都会睡着呢 为什么每次我在跟你讲真心话的时候 你都会睡着呢 说不定 有些话 我就只能在你听不到的时候才能说吧 我跟你说 虽然 对你来说 明天的公正是要做给你爸看的 之后正式的婚礼 是为了公司的股份 可是我都没有把这两场婚礼 当作是在演戏 因为 因为我是真的喜欢你 从我回来 在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是喜欢你的 我想 你应该 应该也有一点点喜欢我吧 我在说 我现在 德 Ö 德 德